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政府对台北股市现在真的是比较审慎吗 好像也并没有政府方面有一点点心口不一了 在台北股市似乎弱中看到了些曙光 是弱中透强的 我们先还是帮大家决理一下今天台北股市的行情了 虽然呈现了下跌76点 成了台积电是变成了主要的拖累的个股了 在今天大盘惊险收在了9400点之上 9408点 这个量能稍微的放出来一些些1245亿 在这个大盘直接开盘跳空 跌破了这个月线的支撑了 在OTC呢今天也并不算是太理想 也呈现了这个下跌 外资小卖了台北股市27亿 投信跟进商也是站在了卖方 减卖仗幅度比较大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了 这个台股市今天大跌4.6% 算一下这个全值换算过来 占了大盘60点呢 大力光呢今天占了大盘5点 并不算是有太大的影响性 但是唯独是在台积电 不过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在说 这个政府单位是不是有点点心口不一了 在上上礼拜的时间呢 这个张胜和就提到说 面对台北股市9500多点的时候呢 真的要审慎乐观一些 好像比较偏重是在审慎这两个字 这个官方他是提出了比较保守的看法 但是在右手就偏偏持续买超台北股市 很奇怪哦 我们就来看到说了 在关股最近10天 确实大买台北股市高达了75亿哦 因此不免让这个很多的投资人在 这个怀疑说 现在9500点真的算是一个高档吗 基本上今天跌到了9400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了 在下方这个是在关股的买卖超 只要呈现了红色代表买超 是绿色的话代表是卖超 从过去的历史间来看 通常在这个关股他会买进的时间点 都是台北股市相对的一个低点 这个时间去了 这个时间也是也是在台北股市相对 在那个时间点比较波段比较低的时候 关股就开始大进场买 而在这个时间点 台北股市稍许的有一些修正的幅度 您瞧瞧这关股买超幅度多么的强劲 而现在就在张盛和提出了 审慎乐观之后 但是关股对台北股市依旧是不离不弃 还持续的加码 从原本的卖超又占回了买方 是不是代表说 现在9400点或许从波段来看 反倒对台北股市是一个相对的低点 要不然怎么会关股站在了买超呢 就要问一下汤哥了 如果你从期货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真的或许有一些弱中透强的意味 好 今天是今天的外资的动向 跟投资朋友再报告一遍 麦超二十七亿 自营商也麦超 那麦自营商麦超十三亿 投信麦超三亿 那台北股市今天都在唱姐姐 都在说杀杀杀杀杀 一路的杀 杀到大家 哇 怎么都杀出一个黑K棒之后 第一次最近一个半月也来两个月 第一次回撤月线 这是我跟提醒投资朋友 第一个进入现行的部分 第二个短期的部分 它是创新高之后的一个拉回 他没有做一波长黑K棒的一个表态 第三个就是我在这个之前一个多月 就已经提醒投资朋友 包括五月份 我那时候提醒投资朋友 那原则上五月份是淡淡的五月天 为什么 因为大股东都要卖股票 卖股票干什么呢 不是要落跑 是要这个缴税 所以淡淡的五月天 后来开始突破一个收链三角形之后 一路过关斬降 从八千八涨到九千五百多点 一路的万里长征投也不回 创新高之后拉回 那我在一个多月之前 有在北人媒体 以及这个三立的一个财经台 跟投资朋友报告过 原则上七月份 原则上就是要进入一个整理 因为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 他因为市场性机制的拉回 什么叫市场性机制拉回 他这个传统的一个 所谓的除全席的旺季 既然是除全席旺季 很简单 罚内孤 那么多加所有的一个上市商务公司 只要有探籍的 不好意思 就要除全席 那除全席今年有很多 因为今年是末代除全席 很多就把这个除全股息鼓勵都拉高 因为明年要缴税的关系 这个扯很远就不谈 那原则上 所以很多的一个股息 他是拉高的 拉高之后 他今年一除息之后 就配的比较多 所以想当哪有的指数位 市场性的蒸发 法轮柜是两百八十几点 你看哇吓死了 所以这波拉上去之后 九千五百点 是让他做一波的一个震荡 所以我们可以预估 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这个这个 基数线型来看 七月份 依旧是跟五月份一样 他做基数线型 的市场性的机制性的拉回 所以他第一次终于拉回 回车月线 他会进入一个整理盘 那从即将这一波的一个 臺子零期结算来看 他的拉高结算 这一波的结算 他也是多方大获全胜 那在这个上礼拜三开始 多方开始获利了结 他微平上口数 从这个六万三 一路降到所谓的一个 一路的往下降 那我把它解释成为一个 多方的一个了结 那月底有一个摩根零期要结算 你可以从微平上口数的 这个这个开接点来看 大概在九千三百点 今天售在九千四百点 那也说目前来看的位阶 微平上口数代表 是一个volatility的一个方向 所以他的方向 目前来看 你看一路的供 郵报 琵琶办 这边的供 供到九千五百点 之后 终于做一波的 两个黑黑帕 这个所谓的一个拉回 而且外置开始做一波 小幅度的卖操 那我认为短线的部分 他会做一波进入一个震荡 就是所谓的 我刚刚跟同学有报告 他会进入一个整理盘 那整理的形态 就很多箱形 气形 棋形 不管是这个向下棋形 都是任何的一个整理形态 整理完毕之后 那我认为他还是一样 在月底之前 想办法在这个位阶 九千四百点以上 预估会这个地方 想办法拉高结算 也是一样让多方来大获全胜 所以我认为短线的部分 七月份指数不重要 但是我认为还有可为 很多利空发生在高档区 大家觉得 很多人在之前 每个月份都说指数不重要 对 但是指数上来之后 你重要到现在 所以我认为七月份开始 然后原则上来是一样 我认为他进入一个 所谓的一个整理盘 那之前跟大家投资有报告五月份不重要 七月份 六月份也不重要 七月份也不重要 六月份现在公上来之后 原则上是嘎空手 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他有机会进入一个 所谓的横向整理 所以我认为短线部分 整理居住都不用害怕 还是要选股的问题 好 选股还是比这个选市来的重要 然后这个是相对比较保守的说法 然后还是要问一下建文 怎么来观察 刚刚提到说现在关股 这个大满台北股市七十五亿 有人说好 现在这个电子股 这个全均的覆没 这个大型个股台积电大力光红海 都不管用了 但至少这个多头还有一个兵符可以用 金融股拉一拉 台北股市再往上攻 还是有机会的吧 但是金融的权重 就没有电子的权重那么多 所以你要用金融来称 那可能也比较辛苦一点 其实我观察了阿汤哥三个月的时间 他都跟各位讲指数 不用不要去管指数 他跟我讲你还是注意个股 所以投资没有可能要听得懂 里面的玫瑕 玫瑕 玫瑕 那比重 因为我观察他三个月 我跟阿汤哥也是很久的朋友了 以目前看来 当然市场在十五号 创了一个高点之后 那当然变成一个所谓短线上的一个回档 那整理有两种形态 整理不外乎就是时间跟空间 那如果你要时间短一点 那你整理的空间就要大一点 那如果说你要让他的一个整理的一个空间小一点 那你整理的时间就要拖长 那所以观众朋友去注意一个重点 就是说 那你到底是要所谓的整理的时间长还是短 那我们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或大部分在操盘的人 他有一个想法 整理的时间越短越好 那个空间如果说 他瞬间压回来幅度大的话 他反而什么 反而他的一个什么 会缩短他整理的空间 这对反而操作是相对有利 那刚才韋婷有提到说 因为什么 因为这波电子是涨得太快 一路往上攻上来 那结果涨上攻上来 最近在回的就是所谓的一个电子 所以你可以发觉说 其实大盘在回的时候 电子是直接就压回来 然后你看到最近 最近上个礼拜 我们还在谈极党股票 大力光 我们在谈台积电 我们在谈所谓的一个红海 现在都落了 现在都落了 之前说这三支在弄 其他股票都没在弄 甚至有些什么 有些投资人讲说 难道只有大力光 只有台积电 只有红海是股票吗 是人吗 其他的股票都不是股票吗 那结果你看发觉说 好 这些股票开始回档修正 那回档修正之后 当然直接就影响到 所谓的一个电子股 所以观众朋友 你现在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金融硬撑 然后跟电子类股的一个松动 那相对比较之下 加权指数就是回档 为什么 因为他的权重比较重 那我认为 我认为其实电子的一个回档 是好事 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们观察到很多现象 就是说是由金融在撑盘 因为我看一下 大概收盘还涨了百分之零点五左右 还有哪些个股 还有传产的龙头股 是 也开始有资金 parking进去 但是传产的龙头股的股性 可能比金融股还要来得烂 对 还要来得烂 所以那个资金可能不是要 不是要说 我要赚多少钱 是说 我看到短线上台股的一个整理 所谓的电子股 这边有所谓的一个调节的压力 那我把资金转到那边去 那我看一下官股 大概也有这些类似的动作 所以投资美容 你也可以留意 那现在就是说 好 现在由金融来做一个 所谓的一个 领均 对 稳盘 说是知道 你说金融 困难要去 大半要去 不太简单 所以 那个投资美容 可能你要注意说 现在到底是步入空投 还是所谓中多的回档 那如果中多的回档 就是我刚才提到 我宁愿整理的 所谓回档的一个空间大一点 去缩短它的整理时间 那后面你能够掌握的一个什么 掌握的机会更大 那我想从刚才阿汤哥也好 或者是我个人自己的看法也好 我认为这是一个 好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 因为先前涨所谓电子 然后电子涨的时候 金融跟传产都没有动到 现在反而电子休息的 传产跟金融 都有所谓表现的空间的话 它会形成一个什么 一个所谓的一个良性的轮动 每个人都有表现的机会 所以我认为说 这是一个中多的回档 那回档之后 那观众朋友当然要注意 好的一个形态是什么 好的形态是电金在同时供 可是这个机会可能不大 不大 那如果说 看电子的一个整理完成之后 在供的时候 可能传产的龙头跟金融 可能又会稍微整理 不过短线上 的确你可以把你的焦点 注意在所谓金融跟传产的龙头上面 好 我觉得等于说这个建文认为说 其实大盘短线来看 有一些就回档 其实对很多的个股来讲 都还算是一个蛮健康的 不过再去问一下 就现在的回档幅度算是满足了吗 满足了吗 其实我有注意到这一点 其实观众朋友可能还在想 其实短线上还会有压力 因为如果说我们观察说 今天是回撤21线 其实21线这边就会出现 多方的抵抗 因为如果你再往下看 那个64线 后面那个空间还有很大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一波台股是急涨 所以你真的要去抓说 指数会不会去做 所谓回撤61线 我觉得那个空间真的太大 而且如果真的回撤的话 我觉得真的达到所谓降温的目的 不过那时大家可能会辛苦 所以我觉得短线上可能会产生多方抵抗 但是多方抵抗不代表整理结束 所以可能在这边还会再整理一下 好之前很多人都抱怨说台北股市涨的实在是 又急又快 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 好好的上车来操作股票 不是现在大盘有一些拉回幅度 很多投资人又不敢进场来买股票 认出现在有没有可能只是一个起跌点了 就要问一下文恩了 从比较中长期来看 从周线的角度来看 这个周线这个连三黑之后 是不是有机会是另外一波的起涨点了 好的 那么其实今天来度这个节目 我说真的压力很大 因为大家现在想了解说 这个行情短短两天时间跌了一百六十点 那会不到这边跌一千六百点 那么有没有这可能 来我们也想一件事情 你记不记得当时二月份 我来上三地财经台的时候 当时我跟韦庭在讨论行情 我说对空头而言 你们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偏空的人 我都跟大家讲 叫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放空 小心被嘎空 结果事后你也验证到了 行情从八千两百多点 涨到将近九千六百点 那我问大家 当时我讲perfect stone 难道是我讲好玩的吗 一定是有理论基础跟架构 虽然说我们书读了很多 可是理论基础架构 我还是让大家知道 那么你记得当时我说 你那时候你股票 你随便买 你可以随便赚 可是问题 现阶段单纯就结构上面角度 你有没有感觉到非常非常奇怪 我举例几两股票 三零零六的金豪科 我问大家基本面好不好 我说真的 目前本益比大概十倍左右 另外一档更夸张的 人保集团的8155的一个所谓脖子 你看清楚哦 他在上个礼拜 股价创波段 就要倒不如再放大一点 太离谱 我很少看这样的图 创新高 本益比也是十倍左右 就突然出现连续性的一个所谓急杀 那同样的 我们都知道下个礼拜是生计月 可是问题 我只要请问大家 你的4157的太景 你的4152的台围体 股价有没有纷纷创波段上面新低 所以单纯就个股上面结构 他是不对的 好 那刚刚韦田问到一个所谓重点 根据过去一百年的一个所谓历史经验 台北股市只要遇到周线连三黑 通常都是另外一波的一个所谓起伤点 真的这样子吗 我希望大家 你要先把相对位置搞清楚 这个是在 这个是在去年的一个所谓六月 然后之后这个是在去年的一个所谓十一月 然后之后看到行情网上做一个所谓养工 那么你认为这一次的一个所谓相对位置 跟去年六月 去年十一月一模一样 在一个相对低档吗 我认为这个几率比较不大 那更重要的重点 大家不要忘了你们自己所学的技术分析 不是我教你们的 我要请问各位 今天台北股市有没有出现往下的跳空缺口 你不要告诉我 那是因为张忠谋有关于整个单子会不会丢掉的一个利空 我只知道看到今天台北股市出现跳空缺口 那你们曾经教过我缺口会出现三个 那今天是第一个而已 所以说我从个股上面的结构 我打叉叉我建议大家真的不要再去买新的一个所谓股票 那么如果你说老师可是外资买一大堆 他起货也没布空啊 那现货也就小卖啊 那你不要忘了哦 他们有一个东西叫做借券交易 那么目前借券交易的一个所谓余额又处在一个所谓历史的一个所谓高档 我只要请问大家前几天外资借券最多股票 你知道是哪一支吗 就是二三三年台积电 还有二三二五的一个所谓细品 所以说目前外资 你不要看他说外资 我跟你讲政府是心口合一 外资的要心口不一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看今天外资一口一砍台积电砍七万多张 今天盘中还有还有外资力挺说 我认为台积电的这个丢单是小事 拍謝啦 讲说是小事 他卖最多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 基于目前个股结构真的比较不利于多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做股票 我不会问你赚多赚少 我问你是小赔大赔 因为一般的投资朋友 一定回答我是大赔的 所以说目前做多已经很难赚 我建议投资朋友稍微保守下 那重点就在这里了 那这个行情会不会继续跌下去 基本上如果继续跌 事情就真的很大 怎么讲呢 来我们再把这个K线图掉出来看 你仔细看一下 在三个礼拜前行情创下拉出一根所谓长红K棒 而当时的位置是落在9339点 等同于红K棒长红K棒低点在9339 那9339就技术分析的角度 如果跌破的情况 这一根红K棒就如同8155博字 你刚才所看到的 那叫标标准的假突破 所以说我觉得明天再往下杀来到9339一定会有一定的一个所谓 支撑 可是这个缺口 如果三天没有回补 这是技术分析 他教我们的 而且这三天 如果个股结构持续恶化 情况下 那投资面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 好 所以目前短线来看了 刚刚这个文提到一个价位 9339对台北股市来讲 短线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价位了 如果跌破的话 这个后续的走势比较不理想一些些 不过我们来看到说 很多人想说这个最近台北股市里头 就外资 好像已经不太终结了台北股市 是不是已经从台北股市开始撤出了 但是我们去抓一下这个外资筹码 发现好像外资还是在 其实他这个心中的所属 换了别人去做 稍微有一些换股方面的疑虑 我们来看到今天 在刚刚文提到了 今天狂卖台积电 超过了7万多张 直接套现了87.2亿元 另外他虽然卖了台积电 但是他买了哪一些 他买了这个面板股 包括刚刚建文提到的金控股 台股整体卖超值来到了27.6亿 并不算是太多 再来问一下建文了 只是说这外资 他稍微在高档换个股 应该也没这么严重吧 好的 因为那个真的涨太多了 如果说我在9500点 我要操作的话 那当然如果阿汤哥的话 会跟各位讲说 有个股票很熟 在低档 然后要把他赶回 可是如果我是外资的 我资金那么大 对不对 我不可能说 我在这一路的拱台积电 不要忘记台积电刚除全息 那除全息之后 大盘在这又稍微比较不稳定的话 那你可以发觉说 他当然能够套现出来的 他当然先去套现的动作 不过我个人认为 因为整个一个外资 持有台积电比重本来就相当的高 所以你说短线上在这边 让他卖一点 也无可厚非 那当然大家在追踪 所谓不管16纳米14纳米 其实所谓的一个技术 制程的技术 本来就是在旁马拉松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台积电短线上在这边压抑 其实台积电短线上的跌幅 包含他的一个出全息的缺口下 其实短线上也相当的大 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也是有反弹的机会 不过从外资的一个动作里面 其实很清楚就是说 我去找一些低位阶的 因为大盘如果要良性的一个轮动 或者是大盘未来要走的长远的话 我现在去找一些低位阶的 所以你看到说 好低位阶的有哪些 低位阶应该不是大力光吧 大力光虽然最近有一个什么 马来西亚证券是不是 以前好像都没有听过 最近就出来说 看大力光要看三千零五十五元 我都还记不大起来 那你可以发觉说 当然我现在要操作 我如果再去硬拱那些电子的话 那其实无形容 已经有点拱不上市 对而且我的成本是越电越高 那我去找 面板只有十几块 你看同样是平概股 买面板十几块 买红海百几块 台积电百几块 大力光 大力光其实今天的法说还不错 那两千多块 那我去买一些低价的 那金融股金控股很多都很低 那我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操作逻辑 蛮符合 蛮符合我们对外资的一个认识 所以观众朋友 你也可以注意说 最近会不会什么 会不会有一些比较中低价的 或者所谓的一个 金融金控的一个龙头来表态 好提到这个中低价的个股 我们就稍后是来看到说了 在台北股市呢 这个连跌两天之下呢 但是如果买到了 接下来这几档的股票 肯定是非常高兴的 不少的个股间还是亮灯涨停 从这个过去的这个模式来看 只要在大盘的时候 往下呈现了大跌 但是当天的股价非常强势的个股 在后续都还有一波非常强势的行情 就如同大立光也是一档 但是现在大立光往下跌之后呢 还有没有其他这个抗震豪股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小叮当即动冰雪节来咯 还有雷神战鼓秀 及同伴水乐园咯 快来小叮当酷量一下吧 好饿哦 要来吃饭了咯 妈好热哦 今天是不是要来吗 快乐啦 同学您一杯比较实在啦 来来来来 那头上是什么 今天就要录一张 这个好吗 我们要穿鞋套 那边白就变黑的啦 盖着就不会弄髒了 这边沾下去 黑来就知道啦 你放心 我会让它滴水不漏 不要哭你妈啦 只靠一靠 让我去全国店主买冷气啦 这就是总统级精致安装 我更喜欢青年免费保固 全国电视 做当心的 都什么时代啦 这家怎么都还没数位升级啊 诶 装了这个数位迹上盒之后 你看啊 可亭变球场 变教室 变股市 变股市 变超市 数位迹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积上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我是汉堡 美味对决 酥脆鲜嫩鸡腿 搭配特调酱料 摩斯全新推出 泰式酸辣鸡腿饱 芒果咖喱鸡腿饱 看见啊